競索 我們剛剛其實講到 就是破inku 是在整個增收的過程裡面 是很難被避免發生的 其實這件事情我必須要說在我跟各個國家交流的過程裡面 他不是只有在台灣會看到 我大概在五年前參加一個在倫敦參加一個seminar 然後我們就有做一些議題上的分享 那當時一個英國的律師跟我說 他在2011、12年的時候做了一個反破簽的訴訟 那各位如果用這個時間來推廠 你可能可以大概猜得到發生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倫敦奧運 那倫敦奧運當時說穿得很簡單 就是奧運快要到了 糟糕館廠還沒蓋怎麼辦 趕快勸一個地來蓋運動場啊 那勸好了之後呢 那那邊民眾怎麼辦 就先趕走再說嘛 然後呢 那你居民不走怎麼做 先講說你看到時候倫敦辦不了奧運你要怎麼辦 就是把那些很重大的責任全部都丟到你身上 那可是有問題是倫敦能夠辦奧運根本就是 2008年就已經確定好的事情啊 那你怎麼會 會到了就是2011乃至於2012的時候才說 誒怎麼辦我們官商還沒蓋好 那非要代表的事情是很多的這個徵收乃至於破簽的行為 某程度來說你不能夠把責任推到這個民眾的身上 因為很多事情其實民眾是被迫的跟被動的要去參加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乃至於說他根本連他在被拉到這個程序裡面的時候他有什麼樣的武器他都不知道 就如同各位今天一直參加這個座談下 你會看到的事情是很多的相關法規 你即便問我們的女士我們也固定都懂 我也很誠實講就是我在接觸這個議題之前 我其實是幾乎對這個議題的相關法律是陌生的 所以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要如何的去保障在當時的人們 就是被這個狀況所波及的人們他們所應受到的權利 這是我大概想要跟各位談的部分 那我大概以下分成就 所以我談的前提其實有點不想發生 就是說假設如果這個搬遷是絕對必要的時候 那這個搬遷的程序應該要怎麼樣的去處理 我為什麼會這樣設定是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案子 他的搬遷都是絕對必要的 為什麼因為我可能會自此講說這個徵收根本不應該發生 那如果不應該發生 當然我後面不用談搬遷嘛 這個是一個很當然的事情 可是就如同今天各位我們聽到的是 我固定能夠阻止這個徵收的發生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把戰場移到後段去 我怎麼去跟你去確認說這個搬遷應該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這幾年常常看到的搬遷案例 在法院的主張都是引誘兩公約的相關的規定 那這個兩公約的相關規定 我都會把它分成兩個層次啦 第一個層次是我本來是土地或房屋的所有權人 然後我現在這個所有權人被政府takeover了 然後所以我就要被趕走 那這個是一般民眾聽到他會比較想要下去聽的 因為他會覺得哇靠這個不就是跟強盜一樣嗎 但是各位可能還要注意第二個層次就是說 我不一定有這個土地或房屋的所有權 我可能就是因為某些原因住在這邊 然後這個原因其實有很多的歷史文化跟政治的複雜因素 例如說熱身 例如說那個都市原住民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要講的不一定是財產權 我可能講的是剛剛前面幾位老師有提到的居住權 乃至於說我們其實憲法上很明確的 把居住自由跟財產權分開來 其實就代表了這兩件事情應該是可以被分開來討論的 那這個是我想要跟各位講的第一個比較大的前提 然後那在這個前提之下如果我們下去撈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所以在兩公約對居住權的想像之下他的想法是 只要有一個人他其實在現狀之下他是有一個居住的事實的時候 要變動這個居住的事實你就必須要符合某些程序上的要件 那例如說什麼我們剛剛講的是第一個是你的這個搬籤的必要性 這是我們要優先考量的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你必須要優先去保障一些相關的 的群體 而所謂的講義一定要說在整個破欠過程裡面最容易被傷害到的群體 因為我們也要回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這個社會資源很有限 所以確實在一個搬籤過程裡面我可能每個人受到相同的損害 但是對我來講這個損害可能對我來講很嚴重 例如說我現在從每個人口袋裡面拿掉一千塊 那你可以想像的是對那個超級有錢來講他拿掉一千收穫 可是可能對一天打銀工的人來講我從你口袋裡面拿掉一千我可能就過不下去 所以在那個整個搬籤的安排上面我們會優先把資源安排在這些人身上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是所謂的搬籤影響評估 就是我們要想像一下這個搬籤後面應該要去做些什麼 其實這種所謂的衝擊影響評估 我都會說它不會只落實在而發生在例如說破欠的面向 我們很多的面向包含隱私權包含很多的國家政策 你可能不去做任何評估 你不能只講說我覺得這個一定會賺大錢或者怎麼樣 就說這個要做 其實我們要評估的是 我做這些事情之後這些人怎麼樣的去處理 那乃至於說後面應該要怎麼樣的去做相關的發展 甚至也有可能狀況是如果這個政策不幸的要終止的時候 這些人有沒有機會回到他本來去處的地方 然後呢以及相關的替代方案 所謂的替代方案不是說 替代方案其實是一個很廣的概念 並不是說我現在的這個搬籤方案A要改成搬籤方案B 我甚至有可能提出來的是 你根本可以去使用其他土地來代替這塊地的一個狀況 例如說剛剛這個凱倫律師講到的就是 我如果優先土地 理論上講我應該要優先選擇公有地嘛 如果公有地是一個可能可以的選項 我就不應該去挑私有地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好那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應該要怎麼樣的去跟 在這塊土地上的民眾做互動 那如同我剛剛說到的 第一個其實我覺得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我們大概要做的 儘量要做到的是那個先見再猜啦 例如說先見再猜其實對過來講 我覺得不會是一個很難理解的狀況 我記得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高中本來就有要重蓋 可是那時候重蓋的問題是 你不可能先猜再蓋 為什麼 因為學生會沒有教室嘛 其實這個是一個當然之理 可是當今天被放到破千議題的時候 大家就會跟你講說 啊猜了你就再找地方住就好啦 然後那就搞得好像 就是那都是你自己的責任一樣 可是你看我如果把這個時空背景 放在一個學校裡面 你會去跟學生說 沒關係啦 你們就外面蓋個帳篷樹林一下這樣子 啊趁個兩年畢業就沒關係了 你不會上跟學生講嘛 那所以這是一個我覺得 本來理論上是要很當然之理的東西 可是某程度的被大家把責任歸屬到 好像就是那個被破千的 他要自己去承擔這一切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對於居民來講 他要怎麼去獲取資訊 以及使用這些資訊 資訊的或許是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就是他應該要讓民眾知道說 我現在的考量是什麼 我可能能夠做到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對我來講 你今天是要來要求我離開我住的地方 那你完全不用給我任何的理由 或者是給我一個很簡單的理由 我就必須要依照你的指示 去做一個對我鼓勵的結果 這對我來講是不公平的 其次是給了這些資訊之後 你要能夠讓民眾 有方法去使用這些資訊 簡單來講啦 我給你 我可能給你的是 這邊喔我也跟你講 這邊可能殘齒多少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 保險 相對而言 居民在拿到這些東西之後 他要怎麼樣的去跟你討論 例如說 他有沒有相關的法律知識去解釋 這些條文到底在幹嘛 他有沒有相關的人可以諮詢說 到底這些資訊背後 這些數據背後 代表的事情是什麼 那這個是我們所謂的 這個工具的使用 那以及 我們相關的一些很基本的保障 例如說 我不會因為我主張反過欠 導致我每天晚上都有人來我家按能力 或者是有人就是來沒事查我睡覺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要求 那如果我們最終回到今天的這個問題來看的話 我們會認為說 在這一次的討論 那個 以那個區段徵收來講的話 我們會覺得 這個條文所謂的所謂的安置計畫 其實是遠遠的無法支撐居住權裡面 對這種破欠程序上保障的想像的 例如說我們剛剛講的必要性能的問題 然後呢 這個民眾對於相關計畫 要他的窒息的熟忍的程度 以及民眾有沒有相對應的能力去提出 他們能夠請求的權利 這個都是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檢討的部分 那所以我想我大概就先講到這邊 我還是希望說 我們其實 遇到的所有問題都是 時間是有限的 那當民眾想要去跟政府做抗騰的時候 其實真的壓力會完全在民眾這個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的去把這個問題給克服 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夠一起的來想辦法 謝謝